欢迎来萧生政治,我是启耀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这两次新闻,请看一下 随着阿末扎西宣布 西蒙和国阵在哪一届大选将会有选前合作 彼此不上阵彼此的议席 这相等于呢,就是二战时期 这个美军投下的那个核子弹将 投去了马华内部 砰,炸开了那个锅 内部呢,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这个声音 比方讲说,马华双西大年的区部主席 就直接表态 希望呢,马华在来届大选 直接脱离国阵这个框架 OK,so这次视频我就和大家稍微分析一下 为什么马华内部会开始呢 有这样子,这个起哄的声音 还有就是,如果马华真的走出国阵 他的三种不同的政治可能性 OK,首先我们必须知道 马华在当前的团结政府的框架 其实是非常非常尴尬的 因为我们清楚呢 西蒙跟巫统之间 他们的议席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多的这个重叠的 也就是西蒙不管是公正党还是这个行动党呢 就上阵非马来人区或者是混合区 那一些我们讲说马来人为主的这些议席呢 包括我们看到吉兰丹啊,登加楼啦 还是任何只要那个议席 那个马来人的百分比占了60%以上的 通常都会让给巫统去打 所以他们之间是没有太多的这个利益冲突 可以合作 不过来到马华这边呢 就超级超级的不符合他的这个利益了 因为马华的绝大部分的议席跟行动党重叠 也意味着如果西蒙跟国阵在下一届的大选 继续选前合作 就代表讲说呢 马华是完全没有任何新的议席可以上阵的 基本上就是给这个行动党拿到完了 除非这个巫统愿意分一些议席给这个马华去上阵 不过这些议席大部分呢 也是以马来选民为主的这个议席 换的言之就是马华上阵呢 是要跟伊斯兰党去争取这个马来选票的 那其实也等同于没有了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 巫统要让这个单州的议席给马华打 其实这不就是要看消化吗 所以秉持着这一个原则 也就是呢 圣者流土 马华基本上呢 只要国阵跟这个西蒙继续合作 他们在里面是没有什么生存的空间的 所以这也就带到了下一个课题 到底马华离开了国阵之后呢 何去何从 有没有翻身的这一个可能呢 首先呢 第一个情境 也就是马华直接退出国阵呢 自己出来做这个第三势力 其实这样子的这个局面呢 对于马华来讲我不见得有比较好了 OK 你想想看 如果马华自己跳出来 自己要组一个所谓的这个阵线 然后呢 就开始在全马呢 杀下他的这个大王 然后每一个地方都要上阵的话 第一个就是 所有马来区 或者不要讲马来区 混合选区都好 马华是很难拿下马来选票的 OK 因为呢 马华如果上阵要去跟西蒙 跟这个国盟一起打的话 那请问呢 马来人他所看中的很多的议题 包括马来人议程 宗教 这些议题都是 马华没有任何的论述去做背署的 那自然就肯定是完蛋 那如果你就算去到了这个华人区 我们也知道当前的这个局势呢 这个如果马华跟行动党打呢 仍然是一定是稳稳的丢掉了那个选票了 哪怕我会讲说 可能有一些些的这个选民呢 是不满这个行动党要投给马华 但是因为马华根本就不能够组成一个政府 OK 那他自然的也觉得投给马华是于事无补的 所以马华出来自己选 就是思路一跳 OK 那第二个可能呢 也是大部分人都起哄了 OK 就是说马华退出了国阵之后呢 就加入国盟 如果你觉得会有这个状况 你写一个555 如果你觉得他不会加入国盟 你写一个333 我们看一下留言区大家怎么想 我认为呢 这个是绝对有可能的 OK 之前马华都已经曾经呢 两个国会议员要签这个SD 讲说要支持国盟去进布城里面 做这个政府 OK 所以马华其实已经有先例表明说 他们是可以去支持这个国盟的 OK 实际上加入国盟之后呢 他们呢 就不会像是自己独生出来这样子 那么的凄凉 至少进到去里面呢 其实是有一些 这个大腿可以抱的 像是这个伊斯兰党这样子 OK 只要马华在里面呢 他就有这个机会呢 可以主导这个布城 不过 这里的代价是什么 其实我们早早就已经有一个残遭物了 就是民政党 OK 民政党当前什么处境 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啦 OK 但凡他只要来到 华人区这边去上阵 去到新村呢 基本上当地的这个选民 连看都不想看一下 甚至是酸言酸语呢 直接对准这个党主席 嘲讽一遍 OK 那民政党因为进了国盟 因为跟伊斯兰党合作之后 在于整个华社上的这个声望 跌到了谷底 甚至跌到了地下城去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如果马华在下一届的 这个大选的时候 加入了这个国盟 跟伊斯兰党 一起组成一个阵线的话 那可以担保的是呢 在于很多的华人区 其实就算是他去到 跟行动党一对一的单挑都好 不仅仅华人是因为 因为马华之前的 种种的这个历史的包袱 然后不喜欢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算是不满意行动党 但是更多的华人 是惧怕这个伊斯兰党的 所以可能呢 反而会让马华 这个硕果仅存的 一点点的这个华人知识呢 跌得更加的厉害 不过 是有一个可能就是呢 伊斯兰党和土团可能愿意 下放一些马来一席 给这个马华去打 那马华可能也真的可以赢下 就像当时候这个六周周全 在几打中这样 民政党也是赢下了一个州议席的 所以这样子马华的议席是可以变多 但是马华的话语权会更加的低 也就是复制成为民政党2.0 完完全全就必须要听从伊斯兰党的这个话 这是不是马华想要承担的呢 这我不清楚了 第三个可能 也就是上个月其实我已经是有发表过的 也就是马华退出来 然后呢拉拢这个国盟的土团 一起组一个国阵2.0 这件事情呢其实不是没有可能会发生的 因为呢当时候辛骨毛补选的时候 其实这个土团的主席 这个慕有丁呢就三番四次的 一直讲说呢要马华加入国盟里面 实际上呢这整个最大的变数 其实不是马华而是土团 我们知道现今国盟里面 土团跟伊斯兰党之间的这个裂缝是越来越大的 比方讲呢近期在这个能级里的补选上 土团讲说他们已经派出人选 伊斯兰党是直接站出来呢 啪啪打脸他们的 他讲说呢土团呢就是畜民畜产这种叛徒 如果你们在上阵这个地方呢 选民是不会再相信我们国盟的 所以伊斯兰党应该上阵 也因此呢伊斯兰党跟土团之间 其实在很多的议席上 本质上是有冲突的 在议席分配上面呢 伊斯兰党是压着土团在打的 所以如果伊斯兰党跟这个土团党在下届的大选呢 不能达成一致的话 那土团的处走再加上马华呢 就可以形成所谓的第三的这个势力 那加入土团之后呢 也回归于他们熟悉的 所谓的60多年的这个国政模式 只是呢从这一个巫统换成了这个土团 那他们在一起这样子合作之后呢 下届的这个大选也就注定说呢 这一个马来选票一定是分散出来的 OK 巫统打伊斯兰党打土团 那在华裔选票上面呢 马华就会用着各种各样的口号呢 开始做着他们现在也是最擅长的事情 监督政府 然后呢就跟新东党来打一场 坦白说就算是这样子呢 我也不觉得马华是可以直接翻身 不过如果打摆开这三种不同的情境的话呢 我认为第三种这个可能呢 或许是马华最想要的一个结果啦 当然这一点呢 也要看土团愿不愿意走上这一步啦 不懂大家怎么想 欢迎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我们下期见 拜拜